灵济在心反复思想 好 所以请问我们 我们这个我们 讲的我们国语谈 我们一直在讲说 我们要做这个得胜者 对不对 是不是好 那么请问 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应当追求的方向是什么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讲好吗 像基督 好 师母例外 希望师母除外 我们有预言过 Just kidding 这个 对 Just kidding 师母绝对不知道 我今天要讲什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都有看到吗 我把它放全一幕 好 这个不单单是我们的意象 这也是神的心意 这是从整本圣经里面 归纳出来 我为什么一开始要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呢 我们接下来的研讨会 不管是我们讲主日学 或者是我们讲门训呢 我们都要看见 怎么跟我们这个神的计划 跟这样子的意象 能够结合在一起 我们从信主之后 叫做得救 然后呢 我们要追求得胜 对不对 好了 那在生命上面呢 我们要追求向耶稣基督 在侍奉上面 我们的使命就是大使命 好 那从这两个角度来讲 那我们今天早上谈主日学 我们要做一个能够生命 影响生命的改变生命的一个教学 那我请问 请问我们在这里 特别是做成主学老师的 我们的教导 在这个图表里面 应该是在哪一个部分 应该在哪一个部分 像基督 是不是 好 像基督 所以我们教导 我们希望能够教导 我们弟兄姊妹 能够像基督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像基督这一部分 还有没有呢 我的问题其实有点tricky 两个都要教导 两个都要 是不是 答对了 因为大使命 大家还记得会背大使命吗 我们来背一下好不好 来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物作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量 请你注意大使命里面有两大有两大块 一块是什么呢 就是go 然后呢 施洗 这是指的传福音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说要教训 教训就是教导 要教导他们 那教导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他们遵守主的话 所以请记得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们做主义学的教导的工作 不是只是我讲光操 台湾来的就知道 就是我讲大家操 我单向是的 我的目的 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 我教 然后我希望大家听了之后 能够去行 去遵行 所以大使命里面 教导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那么但是 不仅仅是在大使命里面 告诉我们要去教导他 做主的门徒 对不对 那我们在生命的追求当中 事实上要追求像基督这一块呢 不单单只是教学的部分 这一部分 那么接着就会谈到 那门训 请问门训在这一段 在这个里面呢 是在应该是比较跟哪一个有关系 我们请这个 门训Coordinator Helen 门训应该跟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图表 哪个比较有关系 跟两个都有关系 但是最重要就是圣命 因为就有圣命 我们才可以侍奉 也可以带出门徒 好 好 那Helen说 这一个跟两个都有关系 确实 这两个都有关系 其实 刚才我问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跟哪一点有关系 他应该是跟哪两点都有关系 所以这两方面 生命跟侍奉都有关系的 不管是主义学的教学 或者是门训 这两个都是有关系的 那刚才我们 我们讲到门训 讲到门训 事实上门训 我们现在的这个做法 比较多会是在课堂上面 或者是说在这些 神的话语方面的这个传递 但是其实我在门训班里面 也一直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说 门训绝对不是课堂上出来的 所以怎么样子 除了在课堂上的这种 这种的 这种的这个彼此的互动 能够把这个门训的内容教材 传递出去之外 其实平常他有没有在做QT 有没有在在去传福音 有没有去参加聚会 有没有参加成岛 有没有操练导读 有没有这个在小组里面服饰 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 好 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子的 去这个天天的时时刻刻的 好像是带着他们 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 这个这个借着门训 使每一个人能够成为像耶稣基督 能够去传福音完成大使命 这个是我们门训的终极目标 所以 我希望就是说 不管是我们做主日学教导的 或者是在门训的 那么我们都能够常常把这一个 大目标这个意向 放在我们心中 每一次当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每一次当我们在门训的时候 我们要问说 我有没有把这些弟兄姐妹 把这些所带的人 我们我有没有把他带到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我有没有让他们 我们更喜欢去传福音 更有火热的心去传福音 去教导 去成为主的门徒 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主日学老师 跟我们每一个同工 每一个做到门训导师的 那么我们都需要这个keep in mind 就是要铭记在心 反复思想 那么最后 我知道这个 我们今天读的这两本书 一个是教会动力大转化 一个是改变生命的这个学习 这两本书都是非常好的书 但是我提醒大家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书籍里面所提到的东西 可能它是在一些的教会里面 也确实是带到很成功的一个结果 可是请大家也记得 不管是我们讲的人 或者是我们听的人都记得 怎么样子能够应用在 我们自己的教会 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这是我们今天 最重要最重要一件事情 他三之十可以公错 别人的成功 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别人的失败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 但是呢 绝对不是别人用的方法 别人用的模式 就一定是适用在我们身上 所以抓住原则 而不是抓住方法 这些模式 这是我们在学习 所有的研讨会里面 所有的 这不管是今天的任何的研讨会 我个人 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就说千万千万记得 要找出他的原则 抓住那个原则 让这个原则 怎么样子能够设身处地的 应用在我们个人 应用在我们的家庭 跟应用在我们的教会 这个才是研讨会 能够成功最重要的秘诀 所以愿上帝祝福每一个 不管是分享的 或者是听的 都能够在今天这一天的聚会当中 得益处 愿圣灵也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够 这个每一个分享 都有圣灵的同在和感动 好 谢谢大家 大家